呛呛三人行 我们这个还是不能让瑞乃伟的丈夫走 江柱九老师 江柱九老师您是这个围棋的这个国手了 我想问问您 我一直不太明白 这个你觉得这个你说下围棋的 你们是运动员呢 还是文化人呢 有问到我了 那个我印象这个围棋归于体育是因为五十年代 咱们体制不是跟着苏联学吗 老大哥学 老大哥是把象棋的纳入运动员 体育部门管 所以咱们就最初好像上面有意思是说归文化部门管 就是摇摆不定的时候说 老大哥是苏联是象棋是运动员 那我们就都变成了运动员 脑力运动员 对 但是下围棋对对你觉得对身体有有有什么作用 对脑力的特别好 是不是下围棋的人下的好的都智商高 不敢说我觉得下围棋下的好的人都傻傻的 那是轻伤 那是智商 不是他说的对他说的对 这就是说到咱们本来是讲吴清源 这个吴清源呢 你看他有个女弟子就除了您的太太还有这个牛莉莉 咱们上次节目聊吴清源就说起啊就现在也有些人把吴清源当成一个陈景润那样的人 就感觉傻乎乎的他就说除了围棋啊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所以就是但是好像牛莉莉很反感这种说法 就他觉得他不是陈景润那样的人 那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就是比如说你说吴老师每次大赛完大赛了中途出去休息 经常走错厕所方向 这个是有确实是 但是你说吴老师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学的国学的基础底子差 所以吴老师经常谈话的时候 他引用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事情 因为他四岁到七岁是背书嘛 私塾教育背书背这些之后 所以吴老师经常喜欢谈一些精神上层面的东西 很多人不一定接得上 我也不一定接得上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觉得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 就是说下棋这个事情是你要下的好 你要好好下 你对棋一定要好好下 我觉得这句话很平常 但是比如那会儿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跟瑞乃伟没有比赛齐下的时候 瑞乃伟就有点焦虑 说我学这么多 我也不一定能用得上 因为一个棋手没有比赛下 你用不上你就无用武之地 吴老师对他的不上安抚 就是对他的教导吧 就说你现在好好学 锻炼好身体 身体是第一重要 其一定有得下 这句话很平常 等到过了四五年之后 我们想师父真是厉害 再比如说林海峰老师 二十岁出头 二十三岁 二十二十三岁 当时在日本都是 四十岁以后才步入成熟期 因为那个制度 我们两日制三日制 对 那么他对的是 吴老师车祸之后的 日本的大英雄 半天荣男 七冠王 七个比赛 他曾经都拿过 没有人认为 林海峰老师能够赢的 但是 林海峰老师自己 已经下到那个程度 也很想赢了 下棋下得不好的时候 林老师就去请教吴老师 一旦精神上碰到问题 就到那个小田园 也有点远 吴老师每次给他讲的 都是归纳总结 你看 那次挑战赛的吴老师 就给林老师说 平常心 写了三个字 那林老师心想 我这么猜测 二十多岁年轻人 我大老远跑来 你给我讲这三个字 我也懂 我问过林老师这个心境 林老师说 一开始我懂 后来我发现我不懂 问吴老师怎么讲 吴老师说 你现在面对着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棋手 你输和赢 你赢了 不谈赢 你输了 对你都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锻炼 你还有什么可想的 你除了学习棋 你心是应该平常心 指的是这个 你无论输和赢 你最大的收获 就是学到意义了 从那之后 林老师下山之后就把 我们知道就把板田融南砍到了 那全日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 但我觉得 那是因为林老师身后有这么一个精神上的导师 包括奇异上 就除了奇异上的指导之外 对 精神上遇到困惑的时候 您身后的师父是这样一位 那就大不一样 所以到一定高度上 可能都是心理层面的这个问题了 都是哲学层面 对 我觉得我记得上次江老师说 那个我印象也很深 就是说因为他也是61年遇到车祸 对 然后就等于没发正 因为身体受到很大的创伤 然后他后来 那还能怎么来不叫证明吧 就是江湖上怎么知道 吴老师还是厉害的呢 就是他退出江湖那么多年 没有实战了 我就记得上次瑞乃卫老师也说 说就对起手来说 如果没有 就是对很大部分 如果没有实战的话 你的那个水平是下降的 很厉害的 可是吴老师从61年就没有 就没有办法去参加那种比赛了 因为身体承受不了 但是他怎么呢 还在江湖上 这个威名还在 就是他指导的弟子 还是那么厉害 刚才说到林海峰 还有包括瑞南美老师 是吧 对 就是说他已经 扮出江湖这么多年了 可是他培养的弟子 那出来还是 一个个还是那么高的高手 那就说明他还是很厉害 而且就还是讲到上个话题 他也没有老师 其实你从头到尾来看 对 他没有一个老师在指导他 到最后也没有对手 那他就是完全 我觉得是天人交战 就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自己和一个可能我们 就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一种境界 他自己和什么一种存在的对话 提升自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的一种东西 是不是他平常会有一些像打坐呀 或者是什么这样一些修行的行为 在他三四十岁或者更年轻的时候 和后面他是有那个扑团外建 我打坐了 我觉得就是吴老师这一生 我的解读就是 他是对生命 这个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 他是无限向往的 他是在追求一种最好的 那么在追求这个奇的记忆最好的过程里 就出现了像我们看到的 即使车祸了 你没有比赛了 没有比赛你就没有收入 没有奖金来源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停下来 我在研究期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是他不 他觉得我还在享受 我还在追求这个经济 所以我才会不停息的研究了 从61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跟经济没有一点关系了 是 我想起一个 就当年您是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 是吧 一下干败日本五个选手 当时就是我看到过一种分析 就是说你看咱们一说起吴先生的围棋 觉得好像若有大道存烟 那种感觉 可是还有一个人就是曾经说过 说这个围棋也不一定讲的那么悬 就说你比如说当年是不是您下棋 就有人就说过您的路子就比较野 就是所以说相比之下 日本棋手似乎是较为这个循规岛具 它是有传统的 真碰见中国的这个 好像当时还有个刘小光 对 就这种栗战型的 就说我就是粗服乱头 就是甭给我讲那个什么宇宙格局 就是杀子或者说就是盘活地方 对吗 我就跟你这么栗战 最后不就是我能赢就赢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就是说从技艺上来说 我们当时是因为没有前面没有特别的指导的 我们那些人就指导的水平不够高吧 可以这么说 那么日本那些呢 他相对来说呢 他都有门派或者有老师 或者是他有吴清源老师这样的 在技术上有这样的引领 他可以多学 我们那会连资料都很少 那么我们出来很大一部分 就是靠着自己悟 靠自己悟 其实你要走的弯路就比较多 我一直觉得 如果我从小被吴老师带一带的话 我可能会上的要高的多 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对围棋的理解很浅薄 但是刚才您说的 比如说要是一个20岁的棋手 他的这个脑力计算力 应该是剩余40岁的一个 那当然 一个棋手 所以往往比赛容易出成绩 其实是年轻人 是 对 你比如说这个围棋 他说的最简单 就是多少种变化 对 我就算下某一个路子下来 最后赢多少输多少 对 那么你说这人不外乎 就是如果我脑子的计算力足够强 那么我就能赢你 这跟咱们说的这种格局 或者说境界 有多大关系呢 就比如说吧 吴老师那个时期 黑棋是很不贴木的时候 对 黑棋的一种技术 对于后走的一方就特别吃亏 后来这个规则改了 就是大家意识到这太亏了 先走的黑棋一定要贴木 保持均衡 那么在那个时期 后走的一方几乎都觉得你必败 两个人水平差不多你必败 那么吴老师为什么能白棋 能够走出了心意呢 那他在大量的熟读 熟读了那个日本的棋谱 中国棋谱之后 他对好多定时改良 从小就这样 比如他跟木骨石下的时候 也是吴老师在下到第三第四盘的时候 就基本上拖出了他们两人 以前下的那种陈虚化 那他就敢试心的 这一试 对方的距离就离他 但现在我们在评论说 吴老师对的对手都不厉害 其实不是的 这两个对手是当时明显 舆论各方面都认为 比吴老师要厉害点 是 他这么一说 我有点明白 就是他能脱开 对 他能脱开 我们很多脑子里有很多定规定 这个人能脱开 我不禁会想起 李小龙其实也是个哲学癖 你别看他节全道 他经常研究一些中国哲学 所以你看李小龙 木志明上都写 什么以无为为有为之类的话 他里面他就会觉得 要两个人对打的时候 对吧 应当怎样打就怎样 对吧 没有说什么非得来这套路 就是说 如果我的左手离你距离最近 我就直线对 我就抖左手 我不一定给你耍这个花活 所以这个里边 也有点中国禅宗的那种 当下即逝的那种劲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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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来说的 您刚才举的例子就很棒 我觉得金庸我们叫扎大侠 他迷吴老师的时候 所以他写的那些武侠的那些 就有这个影子 对金庸我还不刚才问你 他的棋力相当于什么 职业棋手让三到四个 职业棋手 他的棋力蛮不错的 而且他厕所里有一期书 而且我今天还听 我听见一个 这只有江老师能发现 说他武侠小说里的风清阳 应该就是吴清源 对 上次提过 其实提过你忘了 他上次还是说了 因为他很崇拜吴老 所以他那个小说的 风清阳的那种原型 那郭靖呢 郭靖是这次 对 其实这次的告别仪式上 我也见过那个林老师 您这么一说 我是觉得确实有点像 就是挺憨的那种感觉 也挺像郭靖 对对 那黄荣在哪 夫人 你既然提到这个 这次去日本 我们还有几张照片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日本棋院 当年的海报 就是木古石 木古石和吴清源的比赛 这两个人又是好朋友 他当时新生代的一个代表 就他们不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那种下法 石帆棋 对 再看下边 这个是你看 我觉得这张照片我就很感慨 这是他刚刚从北京到日本的时候 他从神户一路坐火车到达东京 对对 你看这么多人 有些大腕来迎接他 就说明他当时来 这已经很受 就是当时 很受影响 听说中国来了的天才少年 是 是吧 这种感觉 大家看下边 这个是他 病室的那个 那个养活医院 这个我只能在外边找 因为在我之前有一个 可能是哪一个 网络媒体委托的一个人 这个 这个 这个以各种的借口 进到病房里拍了一顿 然后人家很不高兴 所以我们那天呢 我是让那个翻译 我说先请求一下 结果刚张口 人家说坚决不信 然后我就在外面照了一张 就是在度过最后时光 对对 这是他们家 他们家 这是他们家 对 就小天 刚才教授说小天原事 这也值得一提 就是最早的时候 他在那个传记里说 他这个房子可以看到海 然后我那天呢 我还站在这 我就说这海在哪 我根本看不到 后来他们说挡住了 所以他性格也是这样 说前面盖房给他挡了 挡了就挡了 他也不去 而且他认为 最早的时候 他说我认为这个地方 最像他在福州和北平的家 那个感觉 其实是北平是没有海的 对 当时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刚才那个房子 就是那个张震拍的 不是张震拍的 就是吴清源那个电影 他片头不是有一个张震 和那个年轻演员 跟他们在那聊天吗 就是在这里面 对 还是在院子里 然后对 我就忘了问 他那个片头里还是说 怎么当时猴子很多 但是我就忘了问了 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 他刚搬来的时候 有猴子在树上 这个很僻静的一个小城市 你说的他跟日本的关系 这个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误解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印象 感觉就是那个时候 中国棋手到日本下棋 压力非常大 甚至就说这十番棋是生死之战 什么就是说你赢了吧 那帮日本人觉得 你中国人赢了我们日本人 也是歧视你甚至扔端头什么的 你输了 你可能就要被赶回去 这是问题的一面 但是现在我通过你这次去 是不是也存在问题的另一面 就是说日本人 对于当年吴清源来日本 实际上也有更多的日本人 他是非常欢迎 或者说期待的 是不是还有这一面 我觉得是吴老师 在日本的生活这一段 就是后来后期在日本 当然是融合了日本的很多文化 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师傅 赖岳现座老师 赖岳现座老师 不用说是很支持吴老师 当时也就是通过传汇剧的旗谱认为 吴老师有当年日本天才 这个倒策的这个能力 那个财情 所以他极力邀请他去 也是这个赖岳老师保护他 因为当时的这个中日关系 已经很紧张了 包括您说的战争年代的时候 他下十番棋的时候 他开始迎棋 有人往他家丢石头这些 那么他也有困惑 去请教赖岳老师 赖岳老师认为就是 如果你是棋手 如果因为这个的话 你宁肯倒在棋盘上 你要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 这可以说是 日本文化中好的一面 或者说赖岳老师的 这个精神上好的一面 就是说这个日本人 这个我也弄不清 他当时是一种什么 你比方 你比方说中国乒乓球最牛 对 咱好像不会听说 说咱们在罗马尼亚 发现了个乒乓球天才 请他 然后甚至是供养他 让他到中国来学乒乓球 让他打败中国选手 这是日本人 这是一种什么打算呢 他们这几个人的 这个关键人物 是赖岳老师爱财 所以赖岳老师说 去拜托政治家 全氧义的时候 就全氧义就跟他提出来 你不要跟我讲他的财情了 我完全信任你 你照你的说法 他来了要当名人级的 把你们都打扮 那你们怎么办 对 赖岳老师当时脱口而出 就说 这正是我要请他来的目的 我觉得他这个凶快 太了不起了 是 所以赖岳老师后来 这个到晚年的时候 就是念念不忘说 我给中国培养出 中国人里培养出来 不管怎么说影响 帮助过这么一位 我一定要给 韩国人里面找一位 所以找到了曹勋玄老师 曹勋玄是这么给发现的 对 他发现了之后 他一定要 据说已经要想去木骨门下 他不 我一定要我自己来培养 而曹老师 曹勋玄老师 每提到赖岳一门 他就说其实赖岳老师没跟我下过一盘棋 是吴清源老师代师授意下了三盘半 这是什么景色 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 我觉得这个赖岳 赖岳现做先生 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值得一提的 因为我在写 吴老师这个文章的时候 也顺便查了一查他的 虽然很短 但是很多细节还让我挺感动的 一个是就是先不提 他是怎么挖掘出来 我觉得超越了这种 民族 民族主义什么什么 对对 这个境界 另外呢 他讲到就是他的老家是在广岛 然后那时候二战的时候 日本就是那时候已经可能知道美军要轰炸了 然后这个还搞不搞这个 那个是日本起源的比赛 对对对 然后他坚持 而但是别的地方已经反对了 说不行 这可能现在都战争都这样了 马上就要炸我们了 他说那这样 他我觉得是不是通过关系 就是找到自己老家 说在这比赛 因为他可能是 我猜测啊 是不是老家的这个名人 说那行 就这场比赛放到广岛 结果就在没有几天 就在放在那儿 对 然后他自己的儿子 说是受了重伤 烧成重伤回家了 几天之后就死了 然后这个赖月 现在应该是八十几岁的时候 自杀了 然后自杀的原因 一个是说他身体不好 就是他就觉得没法下棋 另外也也也传说就是 是不是曹勋炫是离开了日本 回到韩国了 他他情感上也接受不了 可能再加上身体有病 最后就是最后就是因为说 留下一言说 我没法再下棋了 我不愿活在这世界上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他们一种 人生就是棋 它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自理能力差了 其实他找到那个赞助 广岛主要 他有朋友 那朋友酒窖里还有窖 还有酒 还有粮食 所以他就到了那儿 所以就在那儿下棋 在那儿下了之后 警察局长说 这个地方很危险 已经危险城市 美军可能要随时扔炸弹 那么他就转到了 广日市离他家近的地方 离那15公里 上午蹦下到一半 炸弹掉下来 那是原子弹 他们觉得威力很大 说那既然这个炸弹这么大 大家都炸到院子里了 巴拉巴拉成都说 定点神 下午接着下 所以在日本情愿还有 就因为 对 那个人的雕像 这个事就是在某些人心目中 有比国家民族战争 更高的价值 其实像中国古代文人都讲 比如说有句话叫 文章千古事 我觉得这些人心目中 就是围棋千古事 跟吴老师聊天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他的故事 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经常是把 比如说这个段总理 他的教法里面 段总理 段祺瑞 皇上 溥仪 溥仪 这个郑总理 郑肖旭 什么李总统 蒋总统 邓主席 就是邓小平 后来 胡耀邦 这些欢迎他回来的时候 他是列在一块说 最初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些咱们 怎么回事 是吧 然后他把 也不分个邦派 也不分 咱们一定要分阵营的 穿越 穿越 然后他把梅兰芳 这是他小时候的朋友 后来也是 把梅兰芳 把这些人 搁一块说 把这些棋手 搁一块说 对啊 是不是 我们觉得 他是这样分类的 这在他脑子里 这是个什么关系呢 对 因为他 我下棋的时候 有这些人来看 或者说 跟这些人交流过 这些人 比如给我提出来过 各种问题 但是在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他不是傻子 对不对 当然肯定不是 就是我注意到 就是有人说什么呢 好像去台北 对 这个是不是 马英九 要给他台北荣誉市民 对 然后他拒绝 弄得马英九 有点贪贪 对 但是私下里 他一说呢 他说我要接受这个 我不就没法去大陆了 对 他明白 是 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的思路系统 思维系统 是不是关 这不是他关注点 对 就是他不是不明白 就是他 他注意力没在这上面 所以刚才也讲到 就是说他那个助手 就是牛力老师 我刚刚还在日本 还见到他 他就是很反对 他不是你们理解的 什么陈景润上 把袜子穿错 不可能 他还自己设计 你看那个 服装 对 那个服装 中山装 他就觉得我穿这个衣服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 你看那个书的封面 他说我穿这个衣服 无论是去大陆 还是去 比如说去台湾 什么事情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因为都很得体 所以他这个 其实他心里有数的 然后我记得 那牛力老师 还也跟我讲 他说有一次 他们到哪吃饭 路过一个药店 他就跟他老伴说 你最近哪哪 不是不舒服吗 你看看 你到这里去看看 有没有你药的 那个药 就说其实也很 不是不识人见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说 阿诚老师怎么着 因为我觉得 我跟阿诚老师做朋友 也是跟这个有缘分 跟吴老师 他不是做编剧 他来国内的时候 跟很多人聊 很多人接不上话 因为一讲到 以前国学的知识 这些 那阿诚老师 知识比较渊博 对 也很理解他这个人 也能够解 所以他跟阿诚老师 就聊得非常好 我记得阿诚老师 讲过一段话 我说在我印象很深 他就说像吴老师这样 他是小时候种下的 智慧种子 这个智慧种子 是中国传统文化 四到七岁背的 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后来慢慢发芽 长大 等到我们再看他人的时候 他是一棵大树 那么跟大树之间的对话 那你很多时候 你就得有分量 否则的话 他就只能给你讲 这个平常心 只能讲最通俗的 或者说外画到 旗上面的话 他就只能是给你讲 棋的技术 这是棋手能够懂的 对 他那个最爱读的 就是易经 说他去世的时候 但刚才你说 那个有人去到病房里拍 那个床边 还有一本易经 他每天都在看 然后就是说 他对这些东西 已经是烂书于心了 这些 然后对 还对不起 我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我上次跟牛力老师见面 他讲那个 我印象也很深 他就说 不是说刻意的 是我要刻苦去钻研 他就说 他真的就是热爱 他说经常做梦 梦见 比如说下棋 一朝棋是什么 他说他马上就醒过来 去复盘 去自己在那琢磨 我记得我看 林海峰老师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有一天晚上住在 他那个是小田园的家 还是在 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 然后在那个门缝里看见 那吴老师在那 就对着一个 是打坐 还是看着一个棋谱 说那个背影 让他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 哎呀太苦了 你研究这么晚 但是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很快的事情 我生命就是这个 所以他说 那个牛力老师说 他可能做梦梦见一个 一个棋谱 他马上就起来 就去 您跟他亲身接触过 是 您是不是觉得 这不是凡人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是觉得有他 确实是 我觉得有他这样的 做老师 做师傅 就觉得 你在围棋这个精神境界里面 也有个标识在那 你知道自己的标识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心概念 但是就是你的方向 你又能够理解 挺幸福的 你这金英讲话 就是千年不遇的 棋 围棋过手 你这种 这种 看来 你这种